有一个网友他问我 我老公储了我给我妈妈多少彩礼 我给他说完我的彩礼钱之后呢 他说 啊 猜这么一点 你太不出钱了吧 大家好 我来自老婆 在杨玛丽 书想去媳妇 刚刚给韩子又吃完奶 一吃完奶呢就睡着了 把她放在这个厂里睡觉 我现在呢要去我大哥大嫂那边看韩子兴 他一个人在那边看电视的 今天呢大嫂也不在家了 在我们这里呢 这里天呢天气游来游热了 我穿这么一点衣服 然后刚刚洗完头 刚刚把头发垂开 感觉到我好热好热 看看我的韩子兴在干什么 电视已经关了 韩子兴 韩子兴 哦你在看这个 韩子兴一个人坐在这里看书呢 我刚才出我那边的房间 给韩子又吃奶了 然后我跟他说 要他坐这里坐好 不用乱跑 我过来的时候 他还是坐得有来那个地方呢 昨天呢 我跟一个网友聊天 聊得可有意思了 这个网友呢 也是在这个平台 看我的视频 然后他认识了我 昨天呢 他跟我说 玛丽 我看你的视频 每个视频我都看了 但是没有听到你说过 你的彩礼是多少 我特别想知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跟他说 可以啊 有什么不可以告诉你呢 然后他跟我说 你老公除了你 给你妈妈多少彩礼呢 我跟他说 我家给我老公呢 我妈妈给我老公 要了三万生秘密的彩礼 他说 啊 这么一点 你太不出钱了吧 怎么这么便宜呢 长这么漂亮 多要一点吧 你不知道吗 我们中国这边的女孩 彩礼很高很高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十多万 二十万的彩礼的 你长这么漂亮 要这么一点彩礼 哎呀 太便宜了 他这么一说呢 把我烧死了 如果我老公能拿得起 这边女孩的彩礼 我老公家里能满足 这边女孩的要求呢 我老公找的 别人都藏着了 等不到我老公出了我 求我了 我和我老公能走到一起呢 也是有缘分的 在中国这边 很多男生找不到老婆 也是来多牛爽的原因 但是大部分的中国小伙 出老婆找老婆呢 都是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都是一八般的家庭 没有一个中国小伙 很有钱很有钱 然后出老婆找老婆的 我嫁给我老公呢 我妈妈要了三万的彩礼 我都没有感觉到的 我好崩溃 那个时候呢 我在老婆 我也知道了 中国这边的彩礼是挺高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 我没有拿我来给中国这边的女孩 比嘛 我觉得我妈妈要三万的彩礼 已经是很高很高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 但是这个网友听到我这个彩礼钱呢 他还是觉得太可惜了 我的彩礼怎么要这么一点 我这个人太不值钱了 我这个彩礼钱呢 对比中国这边的话 肯定是很低很便宜了 但是在我们老婆 一个女人家人要三万人民币的彩礼呢 也不低了 三万人民币那个时候 一百是十二万五 然后三万就是三千多万的老婆币了 也是挺高挺高了 我两个姐姐的彩礼呢 就是三百万的老婆币 三百万老婆币呢 那个时候是两千多一点点的人民币 但是现在呢 三百万的老婆币 就是都不到两千人民币了 哈子军你想干什么妈妈拍视频吗 喝奶 你要喝奶哦 嗯 好那妈妈给你出道啊 再等等哈 好不好 好 哈子军要睡觉了 还要喝一点奶水 不喝它还睡不着 在我们那个附近呢 女人的彩礼一直都是三百万的老婆币的 我两个姐姐呢 嫁人已经有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呢 彩礼是三百万老婆币 到现在我们那个附近 还是三百万的老婆币彩礼的 我三弟弟初年刚刚除了媳妇 他媳妇的彩礼呢 也是三百万老婆币 他的媳妇就是在我们的镇上 就是我们一个附近嘛 所以彩礼都是三百万 这个彩礼呢 一直不涨价的 所以我嫁到中国来呢 我妈妈给我老公要了三千多万的彩礼 我觉得已经很高很高了 比大部分的女孩 在我们的镇上那种女孩的彩礼 都高了很多了 他们就是三百万 我的三千多万了 那我怎么还不值钱呢 我觉得我很值钱的 我的彩礼呢 就不用拿来跟中国这边的女孩比 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我啥都不是了 不用说我 啊 没了 好 没了就睡觉吧 放这里 来 帕妈妈这里睡觉 帕妈妈回你睡觉 哦 好 好 还是一听话 在我们的镇上呢 有很多女孩子 嫁到中国 他们的彩礼呢 有的比我高 有的比我低 有的也是和我一样的 比我高了 我也不下梦 比我低了 我也不嘲笑他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想法 看法不一样 所以自己觉得 可以了就行 不用拿自己出比别人 如果说要这样比的话 你永远都比不上别人 永远自己都过得不幸福 因为所有的一切 你有你的不知足 我们过日子呢 有过有好是最好的 如果想比的话 自己拿自己 现在出比自己以前 看看有没有出比 如果说今年你过得比春年好 今天比昨天开心 如果过有好 这样子呢 已经可以了 不用拿自己出比别人 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你永远都觉得 所有的一切你有的 都没有别人的好 我们有人家人呢 娘家药彩礼 也是一种生活习惯 或者是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 每个地方的彩礼都不一样 有的地方要高 有的地方要低 然后呢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有的家庭呢 要少 有的家庭呢 要多 但是也没有代表说 多要一点的彩礼呢 女儿才值钱 要少了 女儿就不值钱 我自己觉得 我们是一个人了 我们已经很值钱了 不管是男儿 是女儿 是人了 都很值钱的 有的女人呢 嫁人一分彩礼都不要 但是她的日子 也是过得非常好的 不是说多要一点的彩礼 然后拿饭才会对你好一点 或者以后你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好一点 这个彩礼呢 要多还是要少 都是一样的 日子还是要自己过 所以呢 要知道知足 自己所有的一切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了 看看我的哈子星 趴在我的腿上 然后她已经睡着了 今天视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